謝謝欣怡 接下來看到的是南投的 和歡山 武嶺 現在氣溫也很低 只有五度 而且已經出現冰柱了 這臺十四甲 武嶺 往松雪樓方向的山壁 都出現了大片的結冰 還有數十支的冰柱 插在了山壁上面 只要太陽一照 這冰柱就變得非常的閃亮 也很漂亮 那麼因為呢 和歡山的低溫只有五度 濕度呢是百分之八十 這山壁由水流下來之後 就形成了冰柱 不過公路總局 提醒是越晚越冷 在傍晚的時候 路面如果有結冰的情況 臺十四甲線的翠峰 到大嶼嶺的路段 很有可能會預警性的封閉 如果你有上山的計畫 一定要事先留意這個路況